月球上不但可以看到星星,而且比地球更清晰更明亮,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的干扰,但正是没有大气,所以星星不会闪烁,只是一个一动不动的光点。 但当月航天员们拍的照片上,怎么看不到星星呢?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你随便拍脑袋,想一下就能明白,星星是随便就能拍得到的吗? 这里并不是说,星星们故意躲着你不让你拍,而是拍摄星星的照片必须用特别的方法才能拍到,不信大家都可以试试。 在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你不用任何技术手段,对着天空那么一拍,看一下照片会不会有星星。 现在用的是数码相机,第三世纪五六十年代方便多了,我不知道当时登月用的是什么相机,但那个年代,明天的相机,还是相当落后的,在月球上。 不要说太阳,就是地球的地光,就比我们地球看月亮光强几十倍,而当时拍照,只是为了留下月球的地貌和航天员们工作照,穿着奔桌的宇航服,按规定时间紧张完成的一些照片,怎么可能找到星空呢? 大家可以搜一下中国月球这拍摄的,有星空飞景照片,看看只要照了月球车和月球地貌的照片,这出了星星吗? 如果那时知道在几十年后,还会有一群人质疑这些照片,甚至用这些照片来制造谣言,我想美国航天机构会专门拍几张星空图吧,把相机架好对着星空长时间曝光,这样就会有明亮的星星了。 但那样又会出现地面宇航员们放光过度,画面一片空大,什么也看不到,又有人要发烂了,这是月球吗?宇航员呢?地球呢?这样的夜空哪里拍不到?这两种照片完全不是一个环境吗?造假也造的像样点吗? 所以,稍微有点照相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照相照片是有宽容度的,现在的数码相机也一样,愿愿不像相机,是查自我调节变化度很大,想看什么就能有选择的去看到。 相机由于宽容度限制,就是现在要照星空,也需要特定的方式和条件,因此抓住几张月球上没有星星的照片来否认人类登月这个事实的古早。 实在是若这是荒谬之极,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